年轻妹妹夜店狂欢 千万别喝酒喝到断片 因为恶狼到处都是 去年11月 一群越南籍男子到新义区夜店玩 离开时看到20多岁的女子醉倒在地 他们竟一时色性大发 把女子扛上计程车 带回自无处 趁对方不省人事 四人轮流性侵 女子清醒后发现自己全身赤裸 旁边还躺着陌生男子 连忙打电话求救 结果被一旁的恶狼看到 再度惨遭性侵 警方赶到现场救出女子 先逮捕屋里的五名越南籍男子 再抓回落跑的艺人 他们当中只有艺人承认和女子黑秀 而且是经过对方统一 至于其他人不是否认 就推说喝醉不记得 但DNA骗不了人 确认四人性侵 土八中心 垃圾不分国籍 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